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所说这种话 我跟你讲 现在这个这个世界流行的这个趋势 听说了吗 不是让子弹飞 是让总统飞 飞到哪了 飞到意大利去了 不仅是什么北飞 中东这如火如荼的 贝鲁斯科尼都上街了 但是有个不同 我估计别的地方群众闹事 恐怕常理来讲男人居多 可要推倒布鲁斯科尼 却是女的发起的 妇女组织发起的 而且现在有一个最新的发展 就是意大利的法院已经决定要 4月初来审这个案子 那么也不知道是凑巧还是怎么回事 三个法官都是女性 所以现在我们就讲 贝鲁斯科尼 她是玩弄女性 然后她最后会不会也是摘在女人的手上 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而且贝鲁斯科尼还挺会结合国际形势 你知道吗 她不是说17岁的厨妓吗 说是涉嫌未成年人 她嫖嫖这个吗 对对对 然后贝鲁斯科尼 你就出来说什么 说她不是 你们知道她是谁吗 她是穆巴拉克的侄女 这她都能讲得出来 其实贝鲁斯科尼这么多年来 老说混账的话 老说胡的话 就以一个其他国家的标准来讲 很可能已经下台过好几回了 你比如说万一她要是在台湾 做领导人的话 说不定早就下台 因为她拼命说错话 但是问题是 我觉得意大利这个国家很特别 对她还特别宽容 那么这么多年以来 其实她出过的问题 简直是多如牛毛 有很多人专门写书骂她 我看过意大利出她骂她的书 都一堆一堆的 就摆满一个书店都行了 但是她还是熬得住 就意大利人够宽 你想想民意支持率到现在还有35% 所以我真的不太了解 意大利这个政局 你老说好像传出她这些事情 但是实际上你感觉 这个选票上面这个群众 对她的民意支持率还是很高 贝鲁斯科尼她的支持者 很多是女性 但这次是女性出来烦她 那么你们两位可能男士 你们就比较看女士对一位男性的政治家 她那个看法是怎么样 对 但是我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而且贝鲁斯科尼这个案子 扯出两个事情 一个就是道德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有没有犯法的问题 其实就像文道刚才讲 她那些混账的话 或者混账的行为已经很长时间了 一直她都没事 因为她一直都没有犯法 就像她的一个很亲密的战友 就是说这是一个没有受害者 也不犯法的事件 因为她觉得那些女孩子 跟她有亲密交往的女孩子 她说她们都不是受害者 直到这一次 她是跟一位17岁的那位叫做Ruby 那位美女 未成年进行性交易 她才被法院起诉 但是人家文道还研究了一下 意大利这个性关系的年龄 还挺有意思 挺厉害的 我觉得算以香港标准 或者大陆标准来讲都很开放 意大利是女孩子 她是规定是到了14岁 如果你性交的话 就是合法的 就是合法 14岁是个底线 这个不是17了吗 对 但是问题是她在性交易方面的底线 是18岁 就是女孩得涨到18岁 才能够进行性交易 就是14岁你可以干这事 但是18岁才能卖银 对 14岁18岁前你不能只能干不收钱 18岁后就能收钱 其实叫前此以往 我对意大利的这个国家 包括他们这个国民真是充满钦佩 对吗 就是说这证明在人家这个国家 生活作风 你搞不到一个人 对 但是这次的问题说明了 生活作风不能太严重了 是吧 不是 他是不能犯法 所以我觉得其实欧陆几个国家都这样 你看法国其实也是 对不对 以前的总统什么也常常传出什么私生女 一大堆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几个国家 或者说传统欧洲上 比较倾向天主教信仰的国家 很奇怪 在性态度上都特别开放 在基督教的国家 像德国北欧在性问题上就比较抓得紧一点 你看那些玩小孩子的往往是天主教的神父 然后这一回意大利本来也很开放 但是问题是这回就碰到法律问题 而且你要知道贝鲁斯科尼其实从来 你说他名望很高 我们要了解意大利政治一个很古怪的一个结构 从二战以来 意大利平均一年 平均一年 这个政府就倒戈一次以上 就他拼命地换政府 他从来都没有 不像其他国家有两三个大党在控制局面 他是一堆党派 然后是个非常混乱的一个局面 所以你看贝鲁斯科尼被人认为是右派的头目 右派领导人 左派其实在意大利声望也很厉害 民望差不多也超过一半 但是问题是他们很松散 有非常的激进的共产党 也有社会主义党也有工党 于是大家没办法联合起来去推导他 这文道我们对政治体制比较有研究 我就纯粹就是从这个男女 大家对性关系或者说 我觉得今天你不来就显得我们不平权 我特别想跟你打击一下 我们是女权主义者 但是你至少是个女的 富尔菲尔我想问问你 我觉得挺齐 我反过来问这个问题 假设说我有一个女总统 但我们国家是个女总统 好比武则天 对吧 那么我知道报纸上登出来了 说武则天玩很多男孩子 小帅哥 对吧 我作为一个男人 我不会想接反对他 练手我们古代教授 对 但是你看我听到这个消息 我不会觉得武则天歧视男性 我也不会上街去因为这个 反对武则天蔑视男性 女性你看 其实我觉得 不要把他往男对女 或者女对男 只是说贝鲁斯科尼 他是一个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他是一国的总理 有权有势 而且他还非常有钱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旗下有三家电视台 又有媒体 还是意大利的AC米兰的班主 全世界最有名的球队 他是一个非常有power 很有钱有势的一个人 那么他 你说他玩弄女性 或者说跟那些少女 有很多乱七八糟的关系 我觉得刚开始意大利人 对他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 到了现在是妇女站出来了 是因为实在是太多少女 而且现在说他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息 就是说少女因为这样子 就可以攀附权贵 可以改变命运 比如贝鲁斯科尼 他除了犯法之外 就是跟未成年少女进行性交易以外 还有现在报导 就是说Ruby17岁的那女孩子 因为她常读 然后贝鲁斯科尼 他一个电话打给警察总局 然后你把她放掉 这是我们说的 这是穆巴拉克的侄女 是烂权 就是非那个谁 就是那个C罗 C罗的前女友 说也参加过穆巴拉克的性派对 不是穆巴拉克 是贝鲁斯科尼 没搞过 不是得了100万欧元 你说的也有道理 说现在有些意大利父母 其实是恨不能把女儿送到这个后宫 是吧 这送到这个 所以现在妇女团体出来 就是说这是一个很错的一个观念 另外我们在讲的就是说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到底她会不会下台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法律上最后那三个女法官怎么判她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就是说 哎呦 那算完蛋了 杀女法官 完蛋完了 也不然咱俩看能放那一半 是吧 没错 犯了男人共同犯的错误 这我们都能理解 对不对 恰恰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怎么老把贝鲁斯克尼说成穆巴拉克 人家是很不一样的 主要是他误导我 老说那女的是穆巴拉克的侄女 咱们得认名正身 到底是穆巴拉克据说实际上还是个 年轻的时候挺帅的 对 真的 当然他也夸 他夸欧洲最帅的首相 他说是丹麦首相 他一见面就说你是欧洲最帅的首相 我真想把你介绍给我老婆 看看 看看他照片 看他照片 贝鲁斯克尼 你看意大利的人民走上街头 他们为了一个跟这个中东完全不同的理由 要把老贝推下台 大家看下边 你看这是选美比赛 贝鲁斯克尼发出了我的眼神 再看下边 这是跟他跟他前妻 对 这是他跟他前妻 他其实挺浪漫的这个人 我觉得他就是那种老花花公子吧 没错 你再看下边 这是下场 下场 这个 别人砸东西了 就是打的 就是这个人就是老是出这种事 而且穆巴拉克就刚刚才讲 贝鲁斯克尼是吗 你讲谁 崩溃了 没贝鲁斯克尼 文桃老是把穆巴拉克跟贝鲁斯克尼混为一谈 然后我也讲一讲 其实前天就是传出他可能要面对 面对这个法律制裁的时候 你说穆巴拉克 贝鲁斯克尼 贝鲁斯克尼 然后我们同事 我们新闻部呢 我们就说要制作一个特辑晚上 那大家就要讨论 要不要从这个中东局势说起 对 中东是人民的力量 18天把穆巴拉克推下来 那么老辈会怎么样呢 后来我们大家讨论一下 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完全两码事 所以这个也看出 就像文桃刚才提他们那个政治体制 法律体制 我美国家他们是那个法律的程序是很 比较明确在那 就是法律的程度程序要很清楚 比如说我们提到那个老辈他下不下台 现在还不知道 因为他还是法律的问题 另外一个西方领袖大家都知道的 也是因为陶氏的绯闻几乎要下台 没下沉的是克林顿 当年他也出事了 可是最后弹劾他 也不是因为他什么跟那个卢文斯基的什么事 而是因为他发假事了 对国会发假事 所以当时美国国会是从法律的角度是去看 这个总统还有没有公信力 他可不可信 对 就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一代他这个欧美他这个人还是 你比如说我觉得他现在民意支持率 其实还很高 也不知道上街的都是什么人 他们一个 但是我就觉得大概 这个法院现在是受理了 如果最后真判了 这是能入罪的 就是你要跟未成年人嫖娼这种事 就救不了 就是怕三年到五年 那你就 就完蛋 而且我觉得有个非常大的分别 穆巴拉克也好 或图尼斯以前的总统比较好 怪不得他们说穆巴拉克这几天 在红海的别墅几度昏迷 都是跟我们揍的 就是像他们那些 他们都很有钱 这些总统 但他有钱是上台之后搞得很有钱 那是台污 人家贝鲁斯科尼不一样 人家是本来就很有钱 对不对 然后才有钱去竞选 才有钱去透过搞传媒 然后去竞选当总统 所以他整个制度 比如说他是个民主制度 怎么样 截然不同 他纯粹就是这个性问题 但是在这个性问题上面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 他到底是不是尊重女性 或不尊重女性 我觉得还不只是说 他私生活很混乱 然后平常怎么样 开这个淫乱派对 这些大家都听过了已经 而是他真的常常出言 是侮辱女性 比如说他有时候到外国去 就像我们国家 不是有很多官员 去外面招商引资吗 他也常出去招商引资 来意大利好 然后他每次跟人家强调 意大利好在哪的时候 他很喜欢讲的东西 咱们这呢 我们那的女秘书带劲 然后说我们的女孩好玩 那你想想看 假如我们也出了个五折天 那这个五折天 他玩弄面的时候也就罢了 他一天到晚 一说中国男人 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你教的怎么样 受不了 而且这次是严重的 为什么妇女上街了 说是穆巴拉克是性与政治 这两话题 他弄一话题了 怎么说穆巴拉克 说是就是参加他的性派对 这女的就当部长 所以你看他那个很多意大利的名模 偶尔都是他的政府里的高官 所以是这个问题 他换权力 他把意大利小姐就推荐去参加 这个欧洲议会议员的选举 对 参加力有传统 你记不记得20年前 意大利出过一个 拍这个四集片的一个 一个隐形 那就很有名 也去参选一元 还选上了 穆巴拉克 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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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 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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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 曲 曲 诶 你 你看 不是穆巴拉克 贝鲁斯 你叫他老辈 好了 老辈 穆巴拉克 你 嗯 咱们现在看看穆巴拉克 讲话 咱们看一叛 看一叛 credo di saper perche punto primo sono simpatiko punto secondo ho un po di grano si sa 第三个 故事说是要做的 第三个 说他老了 他死了之后 我有赢利 你知道 我研究过这种情况 你要知道 人呢是可以多重人格非常复杂的 对吧 一个人可以很有政治家的能力 但是他在同时有点类似于英文叫sex addiction 性隐 或者说有点类似于中国人讲就是花痴 我严重怀疑 因为我对这个也比较有同感 没有 开玩笑 就花痴 你说他挺搁的 就是说竞选的时候 他能半夜里就贝罗斯科尼打电话给那个性热线 就香港那种一分钟六毛钱的那种 你打过 你知道六毛钱一分钟啊 这报纸广告都有 你们那个电视台整天不广告吗 不是 哪里 不是 我们绝对没有播这个 不是你们太过的 肯定不是 我看香港电视台 很多我当年大陆游客看了就看香港电视台 什么播什么多少多少多少 这些都是另外的 你其实言归正传 半夜打电话给这个新车县的那个女接线生 她做这个民意调查 说 哎 许你给我投票吧 你给我投票吧 第二天 贝罗斯科尼就跟他们幕僚们说 说咱们很有支持 我昨天晚上问了九个 有七个说给我投票 她信以为真啊 你说她这个性 她这个性格 哎 包括老虎武兹 包括克林顿 你啊 那你是说她有病了 应该去看病了的 呃 老虎武兹自己说 对 包括 对 这个实际你要知道 这种人呢 大家也应该同情他 他有时候自己也克制不住的痛苦 他老婆 说她的前妻曾经带她去看过病 这事是她前妻跟我说的 就是说 她前妻跟你说 她前妻在报纸上 说她老公医生诊断了 sex addiction 那个医生劝他们夫妻俩 说这个病 人家就越讲越兴奋 讲的 对 你必须得知道 因为这个病啊 夫妻要配合 太太不能放弃 医生就说 哈哈哈 你们你们要一起来治 结果到最后 她太太忍了一年 忍不下去了 才更太离婚的 所以 不好意思 就是说 这就扯到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说普通人 明星 也就罢了 刚才文涛讲到 完了那三个女法官 肯定饶不了她 就好像三个女法官 肯定会有一种 有一种女性的立场在那 但是 我就觉得这又是另外一个 比较有趣的议题 我就 讲回香港 最近全程轰动的 谁香港 亚洲女首富小甜甜 公如新的那个增产案 陈振聪 陈振聪 整一个判出来呢 虽然她现在案子还在上诉到 终审法院 我们也不便去多评论 要不就变成藐视法庭 可是呢 她这个案子 社会上是一面倒的 就觉得 就从道德上 是觉得这个陈振聪 太贪心太贪婪 所以基本上呢 你说到底法官有没有受到舆论 或者有没有受到整个社会 对主流意见的影响呢 我们不敢去妄加判断 但是法官的判词里面 也是这样子说 就说陈振聪 他是一个有妇之夫 所以他不认为 小甜甜对他的爱情 是足以把他毕生的积蓄都给他的 所以今天呢 香港也有一些专栏作 结果说 什么时候我们要让法官去评论 什么叫做爱情 真的是 你说这是不是道德的比重 在一个涉及到这种男女关系 但是又涉及到钱的一个道德的案子 上面 就是我听我们这香港导演都说了 在法庭上这种事儿 你一审就特别不堪 这个陈振聪 把一段他跟小甜甜调情的视频 拿出来在法庭上播 30分钟 结果法官不让播 说因为两个人之间都是干嘛 闻到比较清楚 对 听说是不停的 就丑五分钟在说悄悄话情话 后25分钟呢 基本上是前戏的感觉 真的 对 太过分了 逆称叫什么来着 什么老猪猪啊 老公猪啊 还叫 对对对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今天恩多次的把贝鲁斯克 您说成穆巴拉克 这是不是意味着老贝说不定 也得给倒了呀 对说不定你有这个预感 对 就是这个我们节目经常通神的 如果他真要倒啊 那就很特别了 因为我的感觉是他恐怕 除非他真的是法律上出问题了 真的被判输了 要不然也还很难倒 为什么他是近代欧洲政治史上 很成功的 很含有那个 我们叫做右翼民粹主义 对不对的典范 你想想看他这个人老说错话 乱来乱搞对不对 而且那么张扬 就像你刚才讲的 投票前打电话 有个电话叫限制 然后还能公开出来说 他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政治人物呢 就是在欧洲的那种民主政治底下 要选民投票给他 比如说像克林顿 如果他一天到晚搞这个 他早就完了 对 美国或别的国家不行 但意大利的文化不一样 在这种文化底下一个领导人 他老出言不逊 老开玩笑 又有钱 又喜欢足球 又拥有AC米兰这样的球队 拥有C罗的女友 对 然后他就很高兴 你知道吗 就是他这种人就是 大家觉得像是个真男人 像是个女人 就是乱搞女人 乱搞女人的人 男人不能算是真男人 我觉得 就是说见男人见得好吗 你懂吗 就是 我们这样子说吧 我们中国有句话 就是男人可以风流 但是不能下流 那风流和下流的界限 女性怎么分 问题 风流的话 我们城中 香港城中有不少的男士 可能大家会觉得他们风流 他们身边有好几位的女士 但是大家不会觉得他是下流 这我觉得这是我很难去 像法官一样去 不是你就从一个女 这不能烂交 第一不能烂交 第二你要顾及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你是什么样的人做什么的事 到时另外再想几个事情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那就是说 一个 什么